要带您来看到的就是 武党籍台北市长参选员柯文哲 他身陷MG149账户的遗云 现在更爆出疑似是 内鬼偷露了沙盘推演的对话 台北地检署上午以证人的身份 传唤了被录音的台大医院 叶克摩组长蔡蒂如出庭 在问讯结束过后 检方还进入台大医院 调取了相关账户的资料 那么还传出说 有不愿意具名的台大教授说 院方根本就不知道 有MG149这个丈夫 想要和柯文哲切割 柯文哲台大地下室的办公室 敲人无人回应 前一天还请记者进去聊天 隔了一天出动警卫来赶人 这个办公室里爆发有内鬼 偷露MG149沙盘推演对话 过了一天 检掉就传唤对话中的菜饼 他会问你说 那柯文哲没用完的会不会领出去 你跟他说不会 如果光明磊落何必杀盘推演 除了内鬼爆料 在罗鼠雷暗宁控告的两个星期后 检方也进入台大医院 十一点和传询完的蔡碧如 一起回台大拿取账户资料 十二点离开 而这时也传出有不具名的台大教授说 院方根本不知道有MG149账户 意图切割 MG149真的没问题吗 再报参与台大标案总计 高达16亿的三家公司 都曾经捐款给MG149 都非公开交标 厂商捐款和得标 有没有图例问题 也引发狭想 记者综合不到